今天發生的疫起製裝車禍 透過了監視器畫面 可以看到當時 在這個馬路上滿多的車輛 但是一輛白色轎車 竟然是直直的往路邊衝 而且將一輛計程車直接殘起 睡衣壓起來什麼 我熱著 睡著 我兩天熱 兩天沒有睡 你還準備去載客人 永遠睡著 對 透過造勢駕駛 他表示說自己已經有兩天 沒有睡覺了 不小心睡著了 才會引發這起意外 當時其實發生這起意外的時候 是許多的目擊者 大家是嚇了一大跳 而且這一輛計程車 其實明顯的後方有被撞擊的痕跡 而這輛白色轎車 其實撞完了計程車之後 是直接衝往了騎樓下 有八台的機車 因此受到了搏擊 突然就蹦一聲 看到那台車撞到這邊來了 他先撞到你後面是不是 應該是 根據駕駛表示 當時他開在自己的車道上 突然覺得後方有被撞擊 接著從照後鏡就發現到 這輛白色轎車是衝往了路邊 還好當時除了這個